各位網友,兩會已經閉幕了,政協做了一天,人大正式閉幕了 那就是after閉幕,我會講一些我的observation出來,究竟這次兩會是說了什麼給大家聽的呢? 好了,提提大家的NMN,17號,我們現在優惠到17號,就是你買了六盒,就是送紅心,兩盒紅心, 或者兩盒松草,或者每樣一盒,買多三盒,就送多一盒給你,買九盒,還有十盒,就送這個紅心給你, 那你全家大小吃,或者和朋友合份,是很划算的, 完滿了,所有國外議程閉幕,這個,好,這次的兩會,我講普通人, 外國傳媒留意到的東西,星島說,不排除取消總理記者招待會是李強提出的, 這個就是,我覺得這樣說是沒有意思的,是不是李強提出的, 為什麼呢,一樣這麼大的改變,第一樣就沒有了總理記者招待會, 30年的傳統,他取消這個記者招待會,一定要習近平點頭, 所以,是誰首先提出的呢,是沒有意思的, 習近平可以找人暗示李強,讓李強提出, 所以誰提出沒有意思,都是習近平 approve的, 他喜歡的東西,最大的新聞,不是GDP定在5%, 不是新則生產力的不停強調, 而是取消了總理記者招待會, 總理現在就是施工大隊長,不可以有個人的風頭, 不可以有個人的意見,一件這麼嚴重的事,取消30年的傳統, 令人覺得改革開放是倒退的, 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它是象徵意義多於一切,這個是唯一每年規定的一次, 中國最高的幾個領導人的一個, 可以和外國傳媒直接交流的, 第二件事,顯示總理記者招待會同時, 今次就是有一個工作議程, 就是通過國務院組織法, 除了聽所有的報告,國總政府的報告, 通過了國務院組織法, 表決通過, 他怎樣改國務院組織法呢, 第一,新增加了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取消了 馬列思想, 毛澤東思想, 三個代表論, 科學發展官, 只剩一件事指導國務院, 就是習近平思想, 我想他的意思是, 因為國務院是指現在的工作, 習近平思想已經包羅萬有了, 不需要講其他那些, 因為習近平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思想, 就把上面的東西包了, 所以不需要講, 現在這個時代就是講習近平思想, 改革組織法, 就將這件事加起來, 第三條, 是國務院堅決維護黨中央和習近平統一指導, 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 即是黨徹底領導國務院, 以前國務院有一定的獨立性, 政治工作就有黨組, 黨組就會講政治,講思想, 為什麼呢? 因為國務院更多很多部門, 其實是一些技術官僚掌握的東西, 技術官僚是講專業的, 你就不能夠講政治, 什麼都講政治的時候是完全不專業的, 今次這個習近平的領導的想法, 就是無論全國什麼都好, 都要under黨, 就是因為他的思想就是, 你這個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同, 就是社會主義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集中全國的力量去做事, 所以就不需要計較其他東西, 你為了集中的力量, 就是所有人要under黨, 黨就under黨中央, 黨中央就是under總書記, 這樣的力量才集中到一齊, 所以其他人全部都是執行機構, 所有的力量, 好像萬佛朝中那樣集合在一起, 這個就是中南海, 大家知道中南海其實是兩個, 一個中海一個南海, 其實兩個湖, 人工湖, 這個是迎台, 當日光水就被困在迎台, 怨恨母后, 大家知道嗎, 這首是最出名的, 那個是辛馬斯珍, 迎台哭真妃, 怨恨母后, 他印心將你摧殘, 名爽貴友, 真抱陷, 這樣, 中南海一直有南北縣, 北縣這一節, 就是國務院, 南院就是黨中央, 以前在迎台上辦公的, 毛澤東是, 不過他後來都不上班, 他住在旁邊的屋, 毛澤東是住在游泳池, 那個菊花書房曾經住過, 後來住在游泳池那裏, 這個就是迎台, 南院就是黨中央, 強調黨領導一切, 以前中國有內庭和外庭之爭, 也有南和北之爭, 一個就是內庭, 一個就是外庭, 或者有宦官和外庭之爭, 現在早前就有南北縣, 究竟誰領導一切, 現在就不是, 黨就領導一切, 這個就是, 好, 講一件鑰匙, 講一件好笑的東西, 這個是在台上, 你未曾見過一件這樣的事情, 因為開了這些會, 大家都正吸危坐, 尤其是在台上的人, 主席團的人, 主席團分三行, 習近平對住那裏是沒有人坐的, 讓他可以看完全場, 其他這兩邊就有多兩派, 這個就叫做主席團, 原來開會講報告, 你們就不要在那裡聊天, 大家最多在那裡睏眼睡, 因為很悶, 尤其是台上最主要那幾個人, 觀瞻就不太好, 8號, 全國人大全體會議, 兩高報告的時候, 李強看報告有些問題, 例如我舉個例子, 我看見報告, 為什麼國安二百幾萬, 這件事要講出來, 主席, 對外國的官資不是很好, 我舉個例子, 他立刻向習近平報告, 總書記, 為什麼那個報告要寫, 說國安在告二百幾萬人, 國安拘捕七十幾萬人, 告一百七十萬人, 這個是難以理解的, 有沒有人可以沒有拘捕而告呢, 我也是困擾的, 但是很大可能就是去年拘捕, 今年告, 李強和王滬寧接著搭嘴, 交換一下意見, 習也都講幾句, 三個人在講話, 接著副總理丁薛祥, 什麼事啊, 國家副主席韓正, 和外長王毅, 大家在開會, 在大會入面開小會, 這幾個人是, 於是習拿去報告, 讀趙樂祥說, 喂, 為什麼這樣, 表情嚴肅, 點著報告, 為什麼要講國安的數目出來, 拍台, 三分鐘趙樂祥, 側身聽, 很客氣在那裡聽, 講完, 拍台講完, 趙樂祥立刻寫下他, 以後記住, 國安問題不應該揭出來, 回去要檢討, 誰寫的, 他媽媽, 為什麼我會看漏了佛抄, 最後寫字, 好了, 今次傳媒的角度, 台灣說, 台灣傳媒, 完全沒有提問的機會, 紅媒都沒有提問的機會, 真是不值得, 包括國台辦宋濤, 副主任陳元鋒, 龍明彪, 北大台延縣長李義虎, 這些重量級的涉台官員, 都說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 清一色不接受台媒遞交的採訪申請, 想採訪他們不行, 今次台媒申請去見什麼人呢, 兩岸宗教文化文型企業家, 沒有一個, 安排你訪問, 台灣傳媒, 完全不准彩, 外媒都是這麼嚴重, 在外長王毅的記者會上面, 一共21條問題, 21條問題, 11條, 是來自新華社央社, 西方媒體只有一個, Boomberg, 其他可能去巴西, 南非, 阿根廷沒有了, 現在都是, 這些, 哈薩克斯坦, 涉台議題, 就等新加坡文, 日本媒體, 沒有提問機會, BBC記者在大堂, 你知道有沒有通道, 走過大聲喊過去, 你希望誰當選下任美國總統, 大多人, 不知道, 不理解, 不知道, 不理解, 好了, 但是10號晚, 央視的新聞聯播, 講到兩會時評價, 對外媒, 嘩, 真是, 開放, 成效卓著, 展現大國自信, 開放, 包容, 你好意思說這些, 就好笑, 原來一年一次的兩大會議, 被外國傳媒訪問, 就是展示了大國的精神, 我問你別人外國, 是隨時可以訪問那些政要, 不是兩會都, 一年到刻都, 盡量要安排見記者, 才開放透明, 而是一年一次的兩會, 結果, 都是那些記者招待會, 部級那些, 都是問十幾二十個問題, 大部分是自己內部的傳媒, 和每個問題都指定, 你好意思說, 好, 我再, 我最不明白是什麼, 這是新積生產力, 新積生產力, 他有發明過新積生產力, 新積生產力是要有, 大家學一下, 技術性突破, 技術性革命, 要素創新性配置, 產業深度轉型, 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 他是以勞動者, 勞動資料, 勞動對象, 優化組合的質變, 為基本內涵, 是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核心標誌, 大家明不明白什麼, 這件事是要創新, 帶動行業的革命, 是令到革命改變, 產業的改變, 而這件事是結合了生產要素, 即是資本, 技術和人力的改變, 而是帶動了整個行業的改變, 好了, 與會者浪浪上口, 房地產也要講新則生產力, 建一些綠色的樓, 外交領域教育也要提新則生產力, 住建部長藝雄, 要建高品質的房子, 教育部長懷俊鵬, 新式生產力, 加強創新人才培養, 真正的關鍵技術就給外國卡撥紙, 好了, 我首先要講, 以前的會期是20幾天, 後來改了14天, 後來因為疫情改了7天半, 其實去年疫情已經過了, 但有些尾, 今年是7天, 7天可以做了什麼呢, 這個是全國人民的議會, 別人一年開多少會, 大家看看台灣立法會開多少會, 這個等於台灣的立法院, 第一,這麼多人就不用開會, 2900多人你媽媽開什麼會, 開會有效最多就是100多人, 2900人就是廢話, 表面很多人, 但一年只有開一次會, 2900多人, 這個是全國人民代表, 開7天可以做什麼呢, 第一, 開這麼短時間, 每天就聽一次報告, 其實是這樣的, 李強講報告, 讀完報告, 下午就小組討論, 分了各種討論, 然後最後就投票, 大家看看, 政府工作報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這樣就浪費了幾天, 然後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國務院組織法修訂草案, 有什麼重要的法例修訂呢, 其實他們都在人大常委會那裏執行, 就不在這裏執行, 我想問, 政府讀完一個報告, 小組討論完了, 投票, 7天就閉幕了, 人大會議, 首先第一, 不要說這個叫橡皮圖章, 政府報告, 2895票贊成, 2票反對, 3票棄權, 法院報告, 2834票, 44票反對, 這些人很欺負, 最高法院檢察院, 27票反對, 9票棄權, 可能去安排, 這個組織法8票反對9票棄權, 我是想問一個問題, 大家答不答到我, 如果經過討論之後, 那個工作報告不通過, 那怎麼辦, 通不通過有什麼分別, 是去年的工作, 他寫一個報告給你, 你通不通過, 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叫他再寫過, 再寫過都散了, 是不是可以通過這個議案, 這個工作報告, 哪一方面的報告, 是車大爆的, 我們彈劾他, 是不是這樣, 或者這個報告寫得不詳細, 你寫回來, 改了我們才通過, 什麼叫橡皮圖章, 我就告訴你, 結果這些政府報告, 年年都是一樣, 把那些名字抄襲, 甚至預算, 其實國會最重大的決議, 就是通過預算, 沒有時間給你看細節, 也都沒有得修正, 喂, 這個簡直笑話, 人家通過預算, 談整個月, 又要小組委員會, 讀一次, 下午討論一次, 接著就投票通過, 我首先告訴你, 開到7天這麼少的時候, 其實習近平都覺得開這些會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這些是做戲就做得簡單一點, 已經不肯做整套了, 即是以前20幾天都懶認真討論一下, 現在完全是走過場, 有走過場就簡化了, 7天開完, 免得吃室米大家回家, 這個, 第一, 習近平已經覺得這些遊戲規則, 全部都管不了他, 聖上喜歡怎樣就怎樣, 即是不需要開三中全會, 就不開三中全會, 第二, 全國人民關注的東西, 是不會拿來討論的, 除了房屋政策, 這個住建部, 有一些討論之外, 人民的失業問題, 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內房的種種問題, 爛尾樓的問題, 不討論的, 連預算都好, 基本上是抄去年的, 加加減減, 加加減減少少, 第一, 你共產黨領導全國, 是對目前的經濟政治局勢, 在海外和西方國家對立得這麼厲害, 你要講一個說法出來, 即是, 起碼你都要講, 是, 我們現在對外, 這個極勢非常嚴峻, 但是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尊嚴, 我們一定要站著腳步, 憑著我們的堅毅精神, 一定可以克服的, 所以, 他們雖然要講的, 雖然他有些技術上的制裁, 這是一種說法, 我們就扔很多很多錢去科研, 一定可以得到的, 又或者, 他們對我們是有誤解, 我們會爭取向他們解釋誤會, 令到中外的關係回復正常, 你有個說法的, 沒有說法, 在這麼嚴峻逼近打仗的局勢下面, 王毅都說, 欲家之罪何患無辭, 美國不停在制裁, 去到菲律賓, 去到台灣, 周圍都這麼危險, 一句說話都不說, 對整個局勢沒有說法, 不過台灣都是, 蔡英文都不出來說, 常常都是, 蔡英文偶爾有說說, 但是蔡英文又不會開記者招待會, 蔡英文, 國家給你有獨裁的權力, 你就要領導國家, 領導者是什麼呢, 目前國家的處境是如何, 你是怎樣去解讀這個處境, 而你認為是由哪個方向向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是有前途的, 有希望可以解決, 當困難的時候, people is looking up for leadership, 而在中國, 那個領袖, 有人是有絕對的權力, 完全不出來領導的, 那個leadership is absent, 是完全失蹤了的, 是令到大家好像毛頭, 他有很多習近平思想, 但是好像一群蜗蜂一樣, 不知道飛來飛去, 因為沒有人帶領到一個方向出來, 在外交, 社會經濟問題完全是這樣, 在兩會問題, 這次開兩會是完全揭露了出來, 而是喜歡非常任性地注意國家視望, 好嗎? 這個NMN很多人買的, 它是有NMN, 白麗爐會, 白麗爐唇, 以及PQQ的, 如果你買了六盒, 一直保持有效, 六盒就會送紅心, 稅取液給你, 兩盒是996元, 只要買到六盒, 或者重草大和, CS460粒兩盒, 任你選擇, 每樣一盒都可以, 這個就買到六盒, 你就可以和朋友結婚買, 或者靠敬爸爸媽媽, 買到六盒, 送兩盒紅心, 大家吃一下這個紅心, 立即提神的, 非常有效的, 你吃過就, 以及重草, 你買了六盒, 如果你買到九盒, 再買到三盒, 這個真是大出戀, 送多一盒, NMN給你, 這一盒不用錢, 就是重草了30幾%, 買到六盒依然送這麼多東西, 然後你再買三盒, 送多一盒, NMN給你,